花蓮市公所积极改善城市的基础建设 致力为民众提供安全舒适的道路环境 市长魏家燕在建设科长徐国成陪同之下 和国副理的领长庄万来及国联理的领长林静芬 一起前往视察中山地下道回转道的路面改善工程 原本预计10月30号要完工的 不过因为台风来袭呢 市长也希望工程单位在能够兼顾工程品质的状况之下 提早让他完工 中山地下道回转道的AC铺设施工 是年度计划工程的一部分 用以修复因为地震受损的道路 市长魏家燕在建设科长徐国成陪同之下 特别和国副理长庄万来 国联理长林静芬到现场来关心工程的试作情形 这是我们今年度的一个开口的一个契约 那总共有第一批的改善的地方有19处 那总共会铺设15000平方公尺 那在这边也跟大家报告 其实我们的很多纳入的一个道路上面都是有一些0403 针对这样破损的一个状况 或是有一些塌陷的部分 那我们就进行重铺 那如果有遇到 如果有塌陷的部分 我会再先行补强 那在这边也在跟各位报告后 我们有跟我们很多的 所有的管线单位都有做一个通知 那也在脸书跟报章杂志 这边都有做一个说明 也希望铺设路段的时候 请大家在施工的黑暗期的这个部分 请大家见谅 我想也希望说赶紧铺好这样的一个平整的道路 提供我们用路人使用 中山地下道回转道的AC铺设工程经费205万元 施工日期预计是到10月30号 采圈面封闭禁止通行 市长威家宴呼吁民众要改道行驶 而康瑞台风逼近 市长也要求厂商在确保施工品质的前提之下 是否可以加快整体工程进度 希望可以赶在台风影响之前能够完工 借路会欢迎市报道